接下来为您播出平安三六五 三六五六二六国际禁读日特别节目 至青春毒之诱惑 毒后眼 害人出入往往而生 毒品一念七离子三 一念家破人亡 截至二零一四年三月 全国登记载测吸毒人员253.6万人 在滥用合成毒品人群里 青少年占76.8% 禁毒客服 一次百万青少年与全媒体的大调查 揭开禁毒活动的序幕 五名神秘人物讲述毒品的危害 揭秘十大青少年吸毒陷阱 震撼的现场对比实验 一个个改变青少年生活的案例故事 万人签名 万人倡议 我们在行动 平安三六五 六二六国际禁读日特别节目 至青春 敬请期待 2011年4月25日 浙江省台州市发生了一起绑架案 就在这个城中村的出租屋内 绑架者声称自己是达人秀冠军 因为有人妒忌 家中已经有几十人被杀 他迟到绑架了自己的女友 要求警方给了说法 在对视了三个多小时后 警方在该男子放松警惕的瞬间 迅速将其制服 在绑架的过程中 他不但将自己女友的警部刺伤 还企图割喉自杀 事后调查得知 该男子因长期吸食冰毒 产生了极度妄想 而这种情况在他身上 已经不止一次出现过 而每一次都伴随着 他的自杀和自残 2009年4月4日深夜 湖北省武冈市发生了一起惨案 就在这家小宾馆内 六名青年男子 因群体吸食冰毒过量 产生幻觉而相继坠楼 造成四人死亡 两人受伤 死者平均年龄不足28岁 最小的年仅19岁 这期残剧发生后 还不到70天 在距离武冈市 大约2000公里外的 四川省宜宾市 这座宾馆酒楼的一个房间内 又发现了六名 20岁左右的青年男子死亡 他们的尸体散落在 房间不同位置 现场发现了 吸食冰毒的器具和残留 经防疫鉴定 他们是因群体吸食冰毒过量而死亡 现场以及电视期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各位来收看 2014年626国际进度日的特别节目 这是由中央电视台社会运法频道 平安365栏目特别奉献的 至青春 我们再次欢迎现场所有的朋友们的光临 谢谢各位 近些年来呢 毒品的形势日益严峻 尤其呢在我们的周围 我们会发现毒品呢 正在向青少年伸出他的魔爪 如果让我们的青少年远离毒品的伤害 就有了我们这样的节目 那么在今天节目当中 首先我们要请到一位大家非常熟悉 和喜爱的基督英雄 让我们来了解他的资料 马肖 广西壮族自治区 白色式缉毒英雄 全国二级英国 第四届最喜爱的人民警察获得者 2010年7月3日 马肖开辟了 以进毒在线为用户名的进毒微博 短短一个月的时间 粉丝竟然达到了32万 在将近四年的时间里 马肖共发了13.3万多篇微博 涉及到3万多起案件 抓获了7万多名毒贩 共缴获约1.6万千克毒品 接下来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 有请马肖 我想可能很多朋友一看到这个马警官 会觉得很惊讶 刚才讲到了 他曾经做过很多很多重要的工作 但是为什么现在呢 他会坐在轮椅上呢 马警官来跟我们讲讲 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况呢 2002年的6月10号 我跟两个同事去林营 急行任务 当时由于下雨 却滚路边塞下那140多米的山崖去 然后两名同事当场牺牲了 然后我因为腰椎粉色性骨折 导致高位截塌 所以是因为在执行任务的过程当中受伤是吗 对 所以今天马肖你来到我们的这个现场 有这么多的年轻人 我特别想知道 你特别想跟大家来说什么事情 现在在做的 你在完全不知道的情况下 有时候都无意中已经吃上了毒品 你自己都不知道 会有这种可能吗 我不知道大家有多少人同意这个观点 那大家都在摇头 那好 问大家两个问题 好 第一 你说 大家去职位的时候 有没有人介绍陌生的人给你们认识 有的请记者 我看比例还不少 好 谢谢 第二个问题也就是说 去职位的时候 有没有人拿出特别的饮料给你们喝 有的请记者 1234 好 还是有一些朋友的 这两个问题说明什么问题呢 如果这两个问题都挤起手来的同学 那么毒品离你们就很近了 为什么这么说 因为我有个真实的案例 2013年6月的一天 马肖在微博上 收到了一个女大学生的求助信息 声称她与同学一起到歌厅唱歌 同学邀请了一位男士一起玩 期间喝了那位男士递给她的饮料 回校后 女孩心跳加速 精神处于高度心脏状态 整夜失眠 那问题就出在别人给她那个饮料里 对 所以你的意思是说 我们有很多的年轻的朋友 其实是在日常的生活交往当中 可能就会距离毒品很近 对 所以年轻的朋友你们要注意 特别是那种陌生人给你的饮料 还有药丸 一定要注意 陌生人的饮料不如喝 那么熟人递给你的东西 又是否能够安心使用呢 平安365继续为您呈现 至今春 独之诱惑 现场的朋友呢 非常感谢大家来参加我们的录制 热吗 我也热 我们工作人员呢 会给大家送上一些水 要水的举手来 把水发给大家 这个水好喝吗 我们一共发了13瓶水 有没有人觉得 有一瓶水里面的味道不一样 有吗 有一瓶水里面我们放了东西 等一下你就会亢奋 开玩笑的 其实是想告诉大家 大多数的时候我们都认为毒品距离我们非常非常地远 其实它就在你身边 就好像有一个朋友递给你一杯水 然后你喝下去 就是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 特别不经意的时候 也许你就会接触到毒品 我们来看这样的一组案例 据统计80%的女性第一次接触毒品 都是在自己毫不知情的情况下发生的 正在戒毒的新疆姑娘古丽 也有同样不幸的经历 我接触的时候也不是我自己知道的 是别人放了那个酒里面 我自己都不知道 21岁的古丽从新疆来北京打工 一天她与几个朋友去敌厅玩 被其中一个人在酒里放了摇头丸 鼓励在不知情的情况下 吸毒染上了毒瘾 最终被送到北京戒毒中心戒毒 往西桂林市冠阳县 一名还不到15岁的初一学生 被陷害吸毒后经常控制不住毒瘾 大量吸食合成毒品K粉 最终全身抽搐昏迷不醒 经强救无效死亡 据国家禁毒委 共青团中央和中央电视台 社会语法频道联合发起来 2014年度626国际禁毒日 青少年生活方式问卷调查显示 有80%的青少年会上网交友 有63%的青少年会与网友见面 经过专家分析 有19.6%的青少年游离在毒品的边缘 我特别想知道就是大家真实的想法 就是你们觉得你自己是有能力辨别 然后拒绝毒品的 来 各位请举手 有多少人觉得说在某种情况之下 我可能不知觉的可能会接触到毒品 好 有几位 好 谢谢 真的会有人故意地把那东西放进去 然后给你喝吗 有 为什么这样 我听说那个还挺贵的 因为他想从中得到牟利 想从你身上要钱 他给我喝 然后找我要钱 对 我会给他吗 在你毒品上映了以后 你不得不给他 所以其实你是想告诉大家说 在日常生活当中 我们可能在一些完全不知情的情况之下 有些看似是你朋友的人 可能都会去害你 对 即使你是厨师的人 但是你一定要注意 不注意的话 你往往是 吃这样毒品你都不懂 谢谢 来 我们把掌声送给马萧警官 谢谢 毒品离你有多远 接下来 两个英勇善战的激毒犬将在现场搜查 会在谁那儿发现毒品呢 平安365继续为您呈现 去青春 毒之诱惑 毒品和青少年的距离很近 这句话可能大家听起来好像像口号一样 而且大多数的 我想我们在座的各位都会觉得说 这样的节目 这样的宣传 其实没多大意义 因为我们跟毒品之间完全是零接触 完全没有关系 但是我想告诉大家就是 其实我们跟毒品的距离 近到让我们无法想象 所以接下来我会请出几个新的朋友 给大家认识 来 我们欢迎他们 谢谢 有几条非常漂亮的狗狗 他叫什么名字 石头 石头 真的吗 真的 他叫石头 真的 我的小名字叫石头 你们故意的是吧 不过他比我帅多了 谁认识这是什么品种的狗 黑的是什么 金毛 黑金毛 你骗鬼呢 这个明明是 大哥我没惹你 这个是什么品种 杀皮 不是 松丝 是什么 拉布拉多 对了 石头 拉布拉多犬 犬0 2岁6人月 特点 刻性温和活泼 没有攻击性 且智商高 可以和广东省惠州市公安局 基督大队 参与为几手 多侧缴获各种物品 人的嗅觉细胞 一般只有500万克 而狗 近达2.2亿个 可以分辨大约2万种不同的气味 这只狗狗叫什么名字 它叫波罗 波罗 波罗是什么犬 牧羊犬 德国牧羊犬 牧羊犬对了 但德国牧羊犬不对 这可不是德国牧羊犬 德国牧羊犬比它丑多了 它是什么犬 它是比利时短毛牧羊犬 叫马犬 波罗 马里努阿犬 又称比利时短毛牧羊犬 犬0 2岁5个月 可怜 警觉性高 嗅觉灵瘾 胆大凶猛 攻击力强 很多次在广东省贵州市 贵州高速度检查站 查获各种毒品 这种犬是所有犬位 做出最灵敏的 所以警犬里搜查犬 一般都是这种犬 长知识吧 这两只狗狗是干什么的呢 吸毒犬 吸毒犬 我们给大家介绍一下 我们这三位特警战士 来自于什么地方 来 警官 我来自于市公安局基督支队 基督支队的我们的警官 还有我们的狗狗 全部都是基督英雄 他们破获过很多很多的大案 所以接下来呢 我们要请我们的两位警官 带着我们的狗狗 到现场去检查一下 看看现场的同学们身上 有没有毒品 你们觉得有没有 没有是吧 来 两位警官 有请 波罗全靠你了 把那个坏人给我们找出来 他这个拍打胸部 这是跟狗狗最好的交流 就是要鼓励他 要拍他这个胸部的地方 注意啊 看看他能不能找到 看他能找到什么东西啊 如果他发现有毒品 或者类似的东西 他会很兴奋 然后他跟训导员之间 他会有一种交流 看到了没 还有反应了 把这同学抓起来 来看看有什么东西 是什么 是冰毒 是冰毒 你们不抓犯罪嫌疑人吗 来到台上来 原来你就是隐藏在我们内部 好 来介绍一下 大家好 我是王来川 我是来自201350班 气修系的 搞气修是吗 你刚才害怕了吗 不害怕 喜欢狗吗 喜欢 那你没想到你自己 你身边会有这样的东西是吗 对 完全想不到这样 会在凳子下面有那个 所以你说说 你是怎么得到这批毒品呢 好 等一下 还有没有 我不知道 应该还有吧 好 来 下边是谁 我现在搜的是这片区域 这片区域 我由我搭档来搜 这片区域呢 我的狗继续来搜 好 来 继续 我看看谁的表情特别紧张 就说明没有问题 今天我们喘的状态非常非常好 其实他们工作很辛苦 而且他们不能持续很长时间 所以这个训导员 平时的工作特别的辛苦 要不停的给他奖励 你们知道怎么奖励狗吗 就第一是拍打他的胸部 第二是要鼓励他 好 把他抓上来 都是我们班的 都是你们班的 但是从衣服上判断 你们分属不同的团伙 来 这位同学 我们这两个任务都完成了 是吧 好 来简单的采访一下 日常工作当中 第一种选主要的工作范围是什么 主要是在这个茶车和茶开TV 好 那这样 我已经很辛苦了 那我们就把 就请他们下去休息 好不好 来 把掌声送给他们 谢谢 谢谢菠萝 谢谢石头 谢谢 来 两位同学 刚才在你们的这个座椅的周围 发现了这个毒品 你们是怎么想的 首先我觉得 其实毒品它隐藏在我们 是时候我们根本就没法察觉 要不是有那要激毒权的话 我还不知道 我最后下面会藏着一颗冰毒 像我们有些同学经常去夜店啊 如果那些人想陷害你之类的 往你身上塞点K粉冰毒之类的 就像这样 如果遇到那些警察 你解释没办法解释 是不是 这是很危险的 你平时都什么时候去夜店呢 我一般很少去夜店 也就是 极少数的是什么情况呢 同学机会去KTV 还有什么时候呢 没有 一般没有 因为我是个老实人 在你的椅子下发现了冰毒 我看得出来你是个老实人 不过他讲得很对啊 就是 当然相关的法律 我们也可以学习一下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348条规定 非法持有鸦片1000克以上 海洛因或夹击本品案50克以上 或者其他毒品数量大胆 处7年以上有机徒刑 或者无机徒刑 并处罚金 非法持有鸦片200克以上 不满1000克 海洛因或者夹击本品案10克以上 不满50克 或者其他毒品数量较大的 处3年以下有机徒刑 拘役或者广至并处罚金 触目惊心的暴力事件 提醒着我们 毒品就在你我身边 接下来 一位妙龄少女 将为你讲述 她的亲身经历 平安365继续为你呈现 至青春 独之诱惑 好 下面送给大家一段 精彩的舞蹈 好 谢谢带着把这些歌连续为你呈现 好 谢谢带着把这些歌连续为你呈现 好 谢谢带着把这些歌连续为你呈现 来 掌声送给他们 谢谢 我不知道在座的现场的朋友多人会跳舞的 有多少人是日常生活当中比较坚持锻炼的 有没有 有吗 但是很少 那就天生丽质 我是比较胖 我很羡慕那个瘦的人 有多少人 尤其是女同学 有多少人对自己的身材不是很满意的 有没有 都很满意 有多少人尝试过减肥的 对 好 有多少人尝试过两种以上减肥方法的 好 你试过减肥吗 来来来来 您是用的什么办法呢 就喝那减肥茶 喝减肥茶 好 来这位呢 您是用什么方法 就也是跟她差不多 但是也会做运动 也会有运动是吧 好 那我现在下面一个问题是 如果有一种方法可以让你在两个月之内 一下减掉20公斤 有多少人会尝试 好 如果说这种方法会让你觉得有一点难受 还会有没有人去尝试 但是她的效果非常好 还是会有是吧 好 那今天我在现场请到了一位朋友 她就曾经采用过这种方法来进行过减肥 我们也非常感谢她能够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 我们把掌声送给这个勇敢的 谢谢 小敏21岁 两年前开始吸毒 进入广东省惠州市强制戒毒所一年 小敏你以前会比现在还胖还是瘦呢 胖 以前比现在胖 所以你以前也减过肥是吗 是 那你这个减肥的办法是怎么样呢 在我20岁的时候 我利用了吸毒减肥 就是胖的时候有多胖 胖的时候有将近120斤 吸上毒品之后不到两个月就很明显的瘦到96斤 你对这个效果满意吗 当时是很满意的 然后你就会发现有些其他的变化吗 身体垮了 中度贫血 经常会晕倒 还试过胃溃疡 你有没有想过说自己用这个方法 或者可能会伤害到自己 当时只是想着 爱美自心 想着一味的把自己的身材剪到最完美 你能不能跟我们讲讲第一次 稀释的时候那个感觉 第一次稀释的时候 很难受 几天几夜吃不下饭 睡不着觉 然后头疼得难受 但是我只要一想到 我的身材很快就会瘦下来 所以也就这样一下子熬过去了 小敏 你在这里多长时间了 将近一年时间 这一年你觉得你的改变是什么 在这一年里 我想明白了很多 觉得自己当初一味的想着追求完美的外观 而让自己走上这条歪路 不仅让自己身体健康都没有了 最重要的是伤透了家人的心 你有没有常识跟家里人联系过 有 他们是什么态度 像我现在将近戒毒所一年了 爸爸一次都没有来看过我 我知道 他心里是有我这个女儿的 只是 因为我吸食毒品 让他丢尽了脸 觉得好对不起家人 尤其是抚养我十多年的奶奶 所以奶奶也没有来看过你 奶奶身体不好 在老家 其实我们特别谢谢小敏来到我们的节目里 我知道你心里也不大愿意让家里人看到这些人 对吗 其实也很害怕奶奶看到 所以你有什么想跟奶奶说的 我们帮你录下声音给她听好不好 奶奶 我真的错了 我希望你好好保住自己的身体 我会努力地争取建计 找日出所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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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小敏 我们特别感谢小敏来到我们的节目里 其实她很年轻 而且呢 她真的是能够有勇气面对镜头 在之前呢 我们也想过很久要不要把他们请到镜头前 当然他们也有这样的勇气 也有这样的愿望 是想把自己的故事讲给更多的青年朋友听 我们要再次感谢小敏 希望你好好保重自己 好吗 谢谢 谢谢你 来 谢谢小敏 谢谢 我自己做这节目大概有十多年 我在接触毒品宣传之前 我有一种概念 就是吸毒的人和我们可能不大一样 他们会距离我们非常非常远 但是刚才小敏的故事和她的讲述 我想大家也能够感觉到 其实毒品正在向青少年伸出这个魔爪 马景光 刚才我们看到了小敏的故事 您的生活当中 您的工作当中 也接触过类似这样的事情是吗 是的 我在那么多年中接触不到 很多的人向减肥而吃毒 比较严重的情况会是什么 她身体都崩溃了 全身都起膿了 全身起膿了 对 我们来看这样的一种案例 云南省某宾馆 两个年轻女子正在裸体撕打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原来徐某与张某本是来自同一乡村 并一同到城市打工的好姐妹 徐某因听说吸毒可以减肥 而开始吸食冰毒 事发前一天 他俩住某宾馆的609号房间 完饭后 徐某在厕所偷偷吸食了冰毒 很快吸食冰毒的徐某兴奋不已 根本睡不着觉 并独自一人走出冰馆闲挂 第二天中午 彻意未免的徐某回到房间 一看见张某衣服上的扭扣 就骂骂咧咧的说个不停 他就说我那个衣服上的扭扣是摄像头 在头拍他拍什么 放弃片还是什么动作 他过来吃我的衣服 还有那个年轻轻过来砸我 砸我头 四大中 张某趁机披着一条浴巾跑了出来 来到一楼服务台呼救 可是不依不饶的徐某 赤身裸体的追了出来 于是就有了监控录像里先前的一幕 而徐某清醒后 竟对这一切毫无记忆 举国家禁毒委 共青团中央和中央电视台 社会语法频道联合发起的 2014年度626国际禁毒日 青少年生活方式问卷调查显示 有69%的青少年 对自己的身材不满意 有53%的青少年想减肥 有31%的青少年会复读行动 经过专家分析 有9%的青少年游离在毒品的边缘 那刚刚我们讲到很多人可能会给自己一个借口 说吸毒是可以减肥的 那这个吸食毒品为什么会令机体消瘦 它会对我们的身体造成怎么样的伤害呢 我们来通过大屏幕了解一下 吸毒为什么会让人体消瘦呢 就是因为吸食毒品后会一直食欲神经 致使吸食者数日内没有饥饿感 不吃东西 甚至因为过度兴奋可以几天起夜不睡觉 坐机紊乱 最终导致人体急速变瘦 很多青少年看到这一表面现象 就认为吸毒能够减肥 但实际上吸食毒品会破坏人的正常生理机能 使免疫力减弱 衰退而染上多种疾病 严重的甚至会导致死亡 毒品的危害究竟有多大 白手实验将为您展示不同剂量毒品 会造成怎样的后果 平安365继续为您呈现 致心尊 毒之诱惑 其实我想类似这样的道理 完全不需要我们去讲 我想在座的各位都知道这样的道理 我身边的这位是来自于国家毒品实验室的工作人员 他将会给我们来现场进行一个实验 这个实验就会为大家来揭示 毒品对我们机体会造成怎样的伤害 来 有请 有没有比较勇敢的年轻人 想到台上来近距离地观察一下 有没有 好 刚才谁说特别怕老鼠的 来 你来看 来 可以 好 还有谁想和这个女同学站在一起的男生有吗 哎 你很帅啊 好了 来 您帮我们介绍一下 这个实验大概是要怎么做 这个实验我们主要是选取三只大白鼠 分别给他们注射一针 只是给予的药物是不一样的 让在座的同学们观察一下 这个不同的药物对大鼠会造成什么样的反应 我们现在称一称这个大白鼠的体重啊 根据它的体重来进行相应的这个剂量 这是生理盐水是吗 接下来是要注射的什么 甲基本饼胺是冰毒当中的有效成分 第三只大白鼠我们要注射什么 这个急性致死的剂量 之所以在镜头前展现这些 其实是为了让大家更加直观地看到 这个甲基本饼胺就是冰毒对人体会造成多大的伤害 那现在的情况是怎么样 现在我们还需要观察一段时间 因为这个药物进入到中枢神经系统 就是说还需要一个药物起效时间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老鼠的这个皮毛啊 包括它的运动啊 就是都发生了一些改变 仔细观察的话 其实可以看到它的毛发是张开的 大家可以看到它就不停地转圈 用我们的科学术语 就是说它的刻板行为叫增加 刻板行为呢 就是指这个动物啊 它反复地重复一个动作 就是说它对自己的这个行为的控制能力啊 各方面都已经在减弱了 第三只尽管是最后一只给药的 但是现在这个药效已经令这只老鼠 属于抽搐 马上就该兴奋致死 这个结果就说明了这个甲基本饼胺 就是熟成冰毒的这种毒品 对中枢神经系统的损害是特别大 尤其对身体各个系统 各个器官的伤害是特别大的 通过实验 我们可以看到 白鼠被注射冰毒后 对自身的控制能力减弱 会反复重复一个动作 不停地转圈 如果注射过量冰毒 甚至会抽搐直至死亡 其实人体吸食毒品后的反应 跟白鼠的反应是非常类似的 很多年轻人吸食完毒品后 跳舞时会反复摇头 甚至有些年轻人在吸食毒品时 为了追求兴奋刺激的感觉 根本就不在乎是否过量 很容易导致行为失控 暴力攻击 自残自杀等恶劣后果 接下来让我们有请 国家禁毒委员会办公室 副主任王刚做权威发布 有请 截止到2014年3月底 全国共发现 登记113.2万人 滥用合成毒品 占全国吸毒人员总数的 34.7% 全国新增滥用合成毒品人员 14.6万人 同比上升了22.7% 在新发现登记载车的吸毒人员当中 35岁以下的青少年 占74.9% 其中未满18岁的吸毒人员 占73.4% 非常感谢大家来参加 我们今天节目的录制 那么在节目的最后 我们要和大家一起来进行宣誓 珍爱生命 珍惜青春 拒绝毒品 对毒品说 不 对毒品说 不 在节目的最后 我要请现场所有的青年朋友们 一起留下我们青春的印记 至青春的宣言 珍爱青春 远离毒品 毒品 害人害己 却破人沉迷 任人都想见 只是不容易 青春年少如何沦入独魔陷阱 荒废年华 苗玲少女怎会莫名运毒 风声被毁 发现了1200块海洛英 震撼实验 精密十脸男背后的真凶 请明天上午11点19分 继续收看平安365 626国际禁毒日特别节目 这就是中央电视台 社会语法